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们i组的比赛当中 我们通过了9进3的比赛 现在我们3进1的比赛正在进行 三位选手要经过三场的比拼 最终选出一位 晋级到我们下一轮的比赛 所以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关注我们的三位选手的表现 那大家也可以来登录网站3w.gogo.cn或者是拿起手机 扫描一下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 进入到电视台区 找到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大家来报名参加我们的网络线下海选 也欢迎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节目的爆门热线 或者是来关注一下节目的关注微信号 呼吸的全评加上5个8 我们在这儿等着您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请到的品牌嘉宾呢 也是大家很熟悉的刘海 欢迎 大家好 好了 比赛马上就开始了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选手 好 那我们今天的三进一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三位选手都是通过我们挨组九进三的比赛当中突然出的 三位选手也都是在九个选手当中打牌打的是最好的 这个运气也是最好的 对 你说到运气好的话 我们的一号选手金剑心 你看人家四个金 运气好不好 好 因为在上一场的比赛当中呢 这个金剑心啊 人家是把把都基本都要挨 就像你说的似的啊 四个金凑到一块多抓四个样的 我认识最深的就是四个尖 俩王 再我就是四个九 四个八 四个够啊 你看 所以啊 今天我们的金剑心能不能继续在成仗 来吧 一会看运气啊 二号选手刘国泰 你好 主持人好 你觉得你的运气怎么样 今天还行吧 今天还行吧 开始发挥的不好 希望你的运气也能好一点啊 因为你坐在金剑心的旁边 人家是这个运气好 希望也能够留待的带到你身边一点啊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三号选手陆电舞 你好 你好 这六点武器是不足啊 这两位都是高手 你是害怕了是吗 对 害怕了 你在之前的比赛当中也是说自己啊 打牌打的时间不多 然后呢 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打牌 就是喜欢玩 但是没想到啊 这还是大比分领先啊 所以你的运气也不差呀 打牌打还挺冲的 希望这个运气一直好 希望运气一直好 好 那三位选手今天到底谁的运气最好 我们排场上来见分享 三位选手戴上耳机 我们开始今天的比赛之旅 今天的第一局啊 手叫刘国泰 这牌确实不达地啊 第一局啊 哎 伟佳的金剑心 哎 伟佳的金剑心 两家不叫 伟佳的直接叫三分 断五没K啊 对圈啊 刚好是顶到了地主手里的对圈啊 这牌 变对十之后是形成一个七八九十勾还是六七八有十 嗯 还需要一张单盘啊 才能可以调整 否则的话现在手里还不够手 如果能把这单脚也垫进去 那就要够完美了 哎 其实现在可以启动了 直接上二就可以启动了 我估计这张二的话 金剑心应该不会管 哦 果然哎 三道勾着一个长顺 顺子 这就完全属于就是三个K战斗 啊 只要的跑掉 对 只要三个二不在地主那儿 没问题 所以说你说瞅着牌不太好 但是斗地主斗的还是很好的啊 啊 其实我们斗地主啊 不见得一定要是把把都有炸 把把都有这个网啊 二啊 就是你小牌越小越精神 你打的顺手 你一样可以获得领先 只要牌整啊 其实说到牌整 你看刘国泰这局就是果断地叫了三分 嗯 这牌就是整 真整 坐手就整 嗯 哎 这牌看看啊 三四段章在怎么打 其实可以先打一个六道K 顺转 站到之后十道间留着 嗯 别着急啊 三个五如果先打的话 就是想奔不春天去了 如果你不想奔春天 打仗单齐回小王 嗯 哎 如果想奔春天 想奔春天 我们说你就打一个三个五 对啊 对 生意大 生意小王 对 这牌啊 其实没奔春天对了 因为你打一个三个五在一起 路电舞这边直接三个家啊 哎 然后你看人家手里 关键人家手是八九十的连队 三代一 三代一 一对六没了 哎 这时候大王不上手 那这就没有 其实上手之后赢了 嗯 上手之后摆这个 这个路电舞就抓住了 来 两局过后 有请我们的三位选手 翟小吉 我们来看一看 现在啊 两局过后呢 金建新现在是负900分 刘国泰现在是正900分 路电舞现在是0分 刚才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啊 就是这路电舞为什么不管呢 我们来问问 因为这边这家地主 是下家他上了一个二 然后他这个底牌又出了一个二 我怕这个地主三个二 我这边最大是三个尖 对 他害怕这个 但是其实你可以换个角度向 换个角度口律 其实你的手牌已经够手了 三个四带一 三个尖带一 八九十的连队一对六没了 对啊 你已经够手了 就是我怕出三个尖的时候被人管上 你肯定是考虑到这一点 因为你下家直接顶了一张单二 对 他得给了一张单二 对 但是你会换一个角度向 如果地主再继续出单牌 可能你还是没有颠的 对吧 如果你同伴再顶个二上来 这时候你大王不上 可能他打对子 或者你可能更被动 对 所以就是连续了两把牌 这个其实是可以赢的 有赢透了 所以呢 选手们在打牌的时候呢 胆子稍微放大一点吧 毕竟我们这只是 三进一的第一场比赛 我们呢一共要进行三场比赛 每一场比赛呢 我们将会折半代入到下一回轮 所以也希望选手们呢 在刚开始的前两场的比赛当中 能够打得洒脱一点 最后一场比赛 才是最终决定关键的时刻 我们也希望大家能看到更加精彩的牌局 也希望大家呢 可以登陆网站 在3w.gogo.cn 或者是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 进入到电视台区找到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来报名参加我们的线下海选 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直接拿起手机来拨打节目的报名额线 或者是来关注一下节目的官方微信号 扑克的全品加上5个8 我们在这儿等着您 接下来我们选手再次来上耳机继续比赛 其实通过刚才这个一个交流啊 可以看出这个路由电舞啊 还是很替牌的啊 还是打牌的时候说明他分析 这小子鬼子呢 你看他说他 说他不懂得玩啊 你看他还真分析 你看他知道 哎头发出个腕 外边还有三个 他把三个在地主 其实这就是属于就是斗地主的天赋 哎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计牌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帮助你来分析外边剩余牌是怎么分布的 嗯 然后呢 有助于你的一个对牌型的一个判断 一个断章 好 这一局路电舞又是叫了一个两分啊 这排两分其实不太好打 金对八对K啊 三个钩不大呀 外边三个圈三个尖全成了 这这排多少还是有一些被动啊 金键新这边应该是启动了啊 哎 这样的话没有让 没有让刘国泰上手 也没有让刘国泰垫牌 这就不好打了 那你看你大王上手之后你怎么出吧 是吧 所以说这局被动了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先手和后手的那么一个 一个关键问题啊 我们说农民先手了 所以 现在 先手往往不一定占便宜 你看 路电舞他后手 反而吃香了 还有就是金键新的把这个大牌啊 小的单牌啊 都用三代一带走了 我们说你手里如果留一张十以下的单牌 打装单牌让刘国泰垫一张进去 可能这一局的结果就是 又不一样了 所以不要紧啊 我们来看一下 第四局 我们看一下 这边是金键新叫了一个三分 三分叫了之后形成了四个十 这台也不错啊 这台需要金键K 没有直接放对间 对间金键新选择忍 忍的话这排 哎呦 这一个飞机飞出去之后 这赶快炸吧 对 这再不炸 不管套了 这刘国泰这边还有个小飞机啊 但这小飞机太小了 而且没有上手的机会 而且没有上手的机会 所以说这底牌补的也是 但是起好啊 比赛来到第六局 小王二就要两分 底牌还有一张二啊 不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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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K2 这排是盾8 哎 补的还是算是 顺载 可以吧 34567 去键8 顺载 哎呦 这排真顺啊 这排刘国泰 如果打对十回对二 这排就厉害了 但是没有 给了地主电单牌的机会啊 这样的话 只要刘国泰这对二不拆啊 这个就已经对地主造成了危险啊 三个尖上手 上手之后的手里的对子 肯定是要 是要自己甩的 就会再直接封对二 没问题 因为防止地主是一对二 然后剩下五张 一手出完啊 不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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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 又是两家不驾 每家叫三分 四五高 顺载 这排六七八十够 是不是可以先等一等 啊 因为毕竟有断章啊 比如说这个 断圈断 断圈断尖 一般想通过两对八 六点五直接封对尖 然后这是启动三代 一张单钩就顶到了地主啊 这大王肯定要行了 嗯 路电五直接上二了 因为俩王都见了嘛 所以直接上二 这个排就是路电五上手之后啊 这个直接都是三代三代三代啊 直接就把地主给抓住了啊 还也是非常非常整 这排叫两分 底牌上的是八圈圈 两个断章全全给补上来了啊 不错 看看这排怎么打 是否会忍一手啊 这应该是不够手啊 还得需要等 因为你对家现在不敢保证大 顺载 这样的话还可以再还一张单牌 这盘应该是输了啊 三到九不大 关键就是在于这个三到九不大啊 顺载 他这排也不好说啊 顺载 因为 因为我们看刚才一张圈 路电五没进二 没没电K直接进的二 我们说这牌要电K的话 地主就输了 这样进二的话 我们看其实地主这排还赢了 一张尖又说话了 哎 这牌打的其实是挺巧的啊 巧就巧在路电五这边 他没有进这张丹凯 我们来进入了第九局 关键 关键 好 这边金燕心又是交流游戏 3分,8勾K的底 对K可以粘道,粘道之后,我们看手里的单四单五,可以用三代代掉 手里还多了一张单九 5,6,7,8,9 现在是三代也能上手,队子也能上手 这牌价还是比较舒服 这牌可以行对三回对尖 因为打一张,对行对三回对尖 因为你现在不知道两个2成没成 对,就对尖 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两个二分开了 分开了现在这牌的话 其实你可以直接蹲小王 因为你不知道大王坐在哪 如果说你下家坐了一个大王一个二 其实这时候你就可能会很被动 这牌就单双不过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十局 哎呦 今天这牌好像真是稍微差一点啊 路电五这边大王三个二又直接掉三分 七九上的都好 这牌开牌打单五 嗯 也可以 看能不能进张单圈 哎 单圈顺利的垫进来啊 上二 上二这时候 是不是选择忍一手啊 可以选择用九十个圈可以接 接完之后继续打单七 四五六七八也可以 嗯 顺转 哎 顺转 哎 九十够圈K 形成了两套啊 现在呢 依然是问题是尖还没见 所以继续打单七 因为你手里是三个二吧 这 十克都是大牌啊 见尖的可以直接上大王了 啊 就不需要再一张一张单四了啊 三个二代一对三 乘一张单十 好 看一下第十一局 不降 一分 不降 不降 这边是金剑星较了个1分 上线现在依然是圈还没见 而且现在两个王还分家 圈王其实在地主的视角来说都是没见的 这圈见了 现在还得需要等 因为我们说现在手牌确实是不够 而且需要过的牌太多 路电我这边选择3个6什么都不带 这个其实打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就是考验一个这个这个鸡排功力了 现在完全就是属于单巴 我现在是打开 我现在是比较多的 你现在是比较多的 我现在是比较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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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要打开 这排就怕 哎对 陆点我没有打对子 没打对子是聪明的 就进单十 这十就要二了 而且现在 确实不够手 这时候九十过天配一行 是三个七 不过你说这排还好 记住这排确实也是比较难打 实际上的排太少了 两分不降 三分 路电五这边也是直接较了三分啊 慢慢看啊 这把的话 小王下来 大王没打 这排没有选择先打顺子 还是继续打单 刘国泰这个二下来之后 这是要启动啊 这盘启动的话 顺三 那如果泰这排你肯定不能扣一张单三啊 所以路电五这排你进二我们看 现在如果说金剑星打一打一队的话 直接就可以把刘国泰送走了 好 比赛来到第十四局 这路电五是连续两局啊 三分都失利啊 金剑星较个两分 两分这排我们说断七没圈 这个是比较头痛的啊 因为你现在八九十钩是连不上的 好在说可以形成三代啊 可以把手里的一些单排带一带 即使我们说现在这排你这么带 你手里现在还是有三四张的单排 所以可见这排也是足够的散啊 我现在可以正常电一张灯尖 这大王必上了 这都不用考虑的 你这单尖不过是为什么呢 这牌千万不能出单钩了 就是三四五六七十锅圈改 这样顶上单尖就完事 顺踩 其实刚才刘建 金建新这边出单牌的时候 你就应该 你就应该把这个单尖垫进去 这导致现在很被动 早就应该垫单尖了 好 再来到第十五局 金建新这把直接叫三分 底牌又给补上一仗 运气也是不错 看这牌怎么打 七手可以打对子 这牌 选择 选择打五六七八九十 其实打五六七八九十 不如打六七八九十钩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你有四个圈 勾对于三个人所有来说 勾就已经是顶天顺了 而你对勾始终不大 因为外边是有三个K一对二的 所以说一样的 对五和对勾是一样的 但打顺子就不一样了 五到勾能被管上 五到十能被管上 六到勾不会被管上 当然了这个牌力足够强啊 也是可以稳稳的赢下一仗 火炸 好比赛来到第十六局 金建新的运气确实也是不错啊 好几次都是叫三分底牌 给形成了炸弹 这把鹿电舞叫两分 上上完之后 形成了一对四一个圈 对四用处不大 打对四的目的是 剑五是其一 其二是直接进对勾 其实进对勾和对勾 效果实际上 进对勾的目的是为了尖二 对勾还可以做到顺子 顺子 这六七八有十可以上手 顺子 对必须要管 顺子 因为你的这个变化很多 对九进对勾 这工具要对二了 直接上大王 然后竞手的飞机 好 我们比赛来到第十七局 这一局路电我远是叫了一个三分啊 这三分叫起来之后 我们看啊 四 四十段章 可以形成五六七八九 八九十勾圈 开牌第一张的话 纪念心这边就顶二啊 顺子 这牌应该也是非常整啊 哎 九十勾圈可以上手了 顺子 他上手之后啊 其实问题来了 什么问题呢 就是你打对三剩个四 这牌 这牌相当于扣死了 这牌的对三剩个四 这牌要进对K 这牌必须进对K 他必须进对K 嗯 他留个他三个尖不拆 他打对三 这牌 打个尖 我们说你这对三怎么办呢 你扣到手里相当于你 你也可能是扣一对死三 我们说如果说 农民现在把你的二八干 第一个二不打你 你还是很被动 这牌76.5输了 这牌输了 这牌输了 其实是挺可惜的 我们说刚才你直接就对三 回对二 你让刘国泰少垫一张单牌 上这个二 不是少垫一张单牌啊 是少说了两手话 这样的话 其实这牌你就赢了 因为大王在外边 你这双单勾 你不要想啊 要么你就让他过 知道吧 他如果是笔沟大的 你这样单勾 永远也垫不进去 所以这牌就是 还是稍微欠考虑 好 比赛来到第十八局 这底牌上的也是真好啊 大王二 大王二 嗯 短短张圈 这牌的话 成炸应该问题不大 我还能够认误了吗 就是这牌上的一条 我还能够认误了吗 我还能够认误了吗 进钩 尖下来之后 我就可以保证说 我手里的对尖大了 顺转 三到十也大 我们看下第十九局 金剑星的运气确实不错 读点我叫三分 底牌上了一个对尖一个六 断章是三九 这排就看怎么组合 这排组合起来 其实也挺费 也挺费脑子的 因为你看金剑星这边的牌 已经很整 其实那张单舞垫不垫 其实我觉得都行 三四五六七 然后三个九 带一队 三个二带一队 这三个二肯定要管 三个二管 三个二带什么 三个二带 六点五这一局 其实已经输了 没办法 外跑三个圈 三个K 手里的对六 对十对勾都不大 好 所以今天我们要恭喜的是金剑星 暂时领先 恭喜 相比之前九进三的比赛 三进一的比赛 可能说是难度更加的 有一些难度了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大家也看到了 选手要经过三场的比赛 最后才会选出一位 近期的选手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来为我们的选手加油吧 也欢迎大家 可以登陆网站 3w.gogo.cn 或者是拿起手机 来撒描一下 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 进入到电视台区 找到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大家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比赛 也欢迎大家 直接拨打节目的报名热线 或者是来关注一下 节目的官方微信号 Poker的全拼 加上五个八 大家就可以来报名了 赶紧来报名吧 那最后呢 还是要感谢 GoGo比赛平台 对于本节目的技术支持 下期节目 我们会更加精彩 也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再见